1915年4月22日清晨 一股黄绿色的烟雾横扫了一战西线 伊普尔战场协约国军队一方的阵地 吸入这种气体的人感到肺力像针扎一样难受 而后倒地咳血 最终面目猙獰地死去 短短不到一个小时的地方 至少5000人在农物中死去 让这边战场成为人间炼狱 据统计 共有45种毒气被用于一战中 这些化学武器造成了100万人死亡 而毒气战争的始作俑者 就是今天故事的主人公哈伯 1868年 哈伯出生于西里西亚的布雷斯牢 父亲是知识丰富 友善经营的犹太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从此合成庵走上了工业批量生产的路线 合成庵的出现和量产 使人们摆脱了只能依靠天然氮肥的局面 使大气中的氮变成生产氮肥的永不枯竭的廉价来源 从而使农业生产依赖土壤的程度紧入 有效地解决了世界粮食危机 如果没有这项技术 全世界粮食产量至少会减半 哈勃的发明震动了全球化学界 并产生化石的效应 他也因此被称为用空气制造面包的人 哈勃的这项研究使他成为世界瞩目的科学家 如果故事就到这里 哈勃毫无疑问一定是历史上最伟大的造福人类的科学巨人 然而人生的后半场 悲剧的序幕缓缓拉开 那个特殊的年代 科学家也往往难以逃出命运的捉弄 在19世纪 因为化肥和炸药的大量需求 消食成了一种非常紧缺而重要的战略物资 但是消食的产地主要集中在智力 当时德国的消食基本只能从国外进口 但现在哈勃已经完成了人工固单这一难题 化肥和炸药的问题也迎刃而解 何成安的出现不仅使哈勃的事业蒸蒸日上 也让德国的化肥与炸药生产不再依赖于进口消食 三年后 因为具备摆脱了对天然消食的依赖 和有了充足的粮食这样的客观条件 德皇威廉二世有恃无恐地发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被受德皇青睐的哈勃 当时被民族沙文主义的激进和盲目的爱国热情冲锋了头脑 他把自己的研究所变成了为战争服务的军事机构 不仅为农业生产提供所需的肥料 也为战争提供军用物资 1914年9月 哈勃向德军参谋本部提出了一条残酷的建议 用它研制的化学武器打开缺口 迅速取得战争的胜利 德军在哈勃的指导下 很快建立了世界第一支毒气部队 1915年4月 哈勃亲临前线指挥毒气弹的释放 德军借助风向和风速 对法军阵营进行了毒气突击 致使联军1.5万人中毒 其中5000人死亡 开启了人类战争史上将毒气弹用于实战的先例 毒气战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化学家的战争 使哈勃对立法国诺贝尔奖获得者维克多 格林尼亚的战争 哈勃的行径立即遭到了美英法中等国科学家们的谴责 他的妻子克拉克还因此含恨自杀 然而妻子的死并没能唤起哈勃的粮食 他反而变本加厉 1915年12月 哈勃指挥他的毒气部队 对伊普尔地区的英军施放毒气 造成英军1000余人中毒 1917年 他又知道德军对英军进行首次戒子气攻击 10天内使英军1.4万人中毒 按照哈勃的说法 他这么做是为了尽快结束战争 在这样的理念下 狂热的哈勃化身一战战场上的魔鬼 给英法联军带来了深重灾难 因此 当1918年12月 瑞典皇家科学院决定 为哈勃在1909年 研究出的何成安授予诺贝尔化学奖时 顷刻掀起了轩然大波 翻阅诺贝尔化学奖的记录 就能看到 1916和1917年没有颁奖 是因为这期间 欧洲正经历着第一次世界大战 很多科学家甚至不愿意 跟他站在同一个领奖台上 认为他没资格获此殊荣 这是科学界的耻辱 不得不说 人生的后半程 哈勃走错了方向 这也使他成为 人类化学史上最具争议的科学家 从不同的角度来看 一方面哈勃法 对于制造化肥和炸药很重要 全球一半人口的食品生产 目前依赖于 用这种方法生产的肥料 另一方面 从对世界人民造成的灾难角度来讲 哈勃是罪孽深重的 他研发的化学武器 剥夺了百万人民的性命 间接成为战争的推手 更延长了世界人民的灾难时刻 伟大与罪恶 天使与魔鬼的灵魂交织 在这位天才身上 人们对他也就产生了 截然相反的评价 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 以德国失败而告终 战后的一段时间里 哈勃曾设计了一种 从海水中提取黄金的方案 希望能借此来支付 协约国家要求的战争赔款 遗憾的是 海水中的含金量 远比当时人们想象的要少得多 他的努力只能付出东流 此后 通过对战争的反省 他把全部精力 都投入到科学研究中 在他的领导下 威廉物理化学研究所 成为世界上化学研究的 学术中心之一 根据多年科研工作的经验 他特别注意为他同事们 创造一个毫无偏见 并能独立进行研究的环境 从而使他的研究所 成为第一流的科研单位 培养出众多高水平的研究人员 为了改变大战中 给人留下的不光彩印象 他积极致力于 加强各国科研机构的联系 和各国科学家的友好往来 他的实验室里 将近有一半成员 来自世界各国 友好的接待 热情地指导 不仅得到了科学界 对他的谅解 同时使他的威望 日益增高 然而 不久 悲剧再次降落在他的身上 1933年 希特勒上台 因为受到纳粹的迫害 哈勃被迫流亡英国 作为讽刺的是 他精心研制出来的毒气 后来被应用到 纳粹犹太人集中营中 包括他亲人和朋友在内的 数百万犹太人 被毒气毒死 晚年的哈勃 面对德国法西斯的种种暴行 才开始觉悟 最终也成了反法西斯战争的一份子 1933年4月30日 他发表了一份 关于反对种族政策的声明 此年 并在瑞士 引心脏病发作史时 中年 65岁 哈勃曾说过一句 颇具争议的话 不得不说 哈勃在杀死敌人同时 也沦为了战争的牺牲品 不知道晚年的他 估计潦倒中的他 内心又有过 怎样的挣扎 时至今日 人们对他仍然争议颇多 在众多的评价中 其好友爱因斯坦的评价最为中肯 哈勃的一声 是一个属于德国犹太人的悲剧 对此 你是怎么看的呢 节目最后 真心希望世界和平 愿科学 能为这个世界带来更多的美好 有这么一位棋女子 她曾以一个公式轰动世界 又在事业巅峰时 突然神秘消失 她是旧中国顶级学府 燕京大学13名新生中 唯一的女性 在研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 装料工作中 做出了重要贡献 下期天才监视节目 带你认识这位 中国女科学家的 传奇故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